国内同样是发生了车祸 槟城昨晚发生一起涉及三辆轿车和一辆摩托车的连环状 造成五个人受伤 其中三个人受了重伤 一名印翼女司机更是夹载了驾驶座 动弹不得 这起车祸发生在敦灵仓右大道 PT路消整局行动指挥官法鲁指出 消整局在晚上11点35分接到投报以后 派出十名消防员还有两辆消防车 赶到现场救援 发现有一名四十多岁的女司机 受困在其中一辆轿车里 消防员耗费了15分钟才将伤者救出来 车上的另外两个人也蒙受轻伤 而另一辆轿车还有摩托车的两名男子受重伤 还有一名轿车司机没有大碍 所有伤者已经送到槟城医院治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